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掌聲鼓勵 歡迎 臨時 台灣人 沒聲音 你看 立書不用說了 我們回去了 臨時 再次歡迎我們的律師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興 跟大家介紹一個英俊瀟灑的律師 他做個代理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 非常優秀 你知道在我們台灣民主要上課的人 你看臨時期 許天臺市長 維杰都非常優秀 你們待會聽你就知道 我們現在用最熱烈的掌聲的歡迎 謝謝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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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有發講義沒有 沒有講義 沒有講義喔 聽我講 我國語講的比台語不差 不差是好的意思 我參加過國語演講比賽 小學二年級 以後就沒參加了 這個其實我們講國語習慣了 剛剛秘書長特別提醒 盡量講國語 可是我看他一開口就講台語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聽得懂最重要 聽得清楚最重要 這個後面聽得到嗎 如果講得不好 要睡覺就睡覺 旁邊不要推他 我們不會點名 反正吵醒也不好 那我看有人差不多要睡覺了 我聲音 音量會稍微降低一點 緩和一點 來 今天講刑事訴訟啦 講刑事訴訟 應該事先知道這個題目嘛 大概題目知道吧 我就是要介紹各位 我們的訴訟制度 那個在民國92年一個大修正以後 現在呈現的訴訟狀況 其實很多訴訟的一個規定 都在保護被告 保護被告 那各位聽 保護被告 那要保護鄭傑嗎 要保護基隆那個議長嗎 那不是壞蛋嗎 為什麼要保護他 各位 保護被告是一個基本人權 一個基本人權 那個世界國際公約也是這樣寫 要保護被告 各位應該聽過 有一個團體叫民使團體啊 不主張死刑的有沒有 死刑不但是被告 應該是講在法律事件裡面 我們用一個成語啊 叫做罪大惡極嘛 不給他判死刑 不足以謝天下 所以會給他判死刑 那主張民使的團體是認為 你判他死刑也不能執行 那對這個被告的保護 要死其身啊 不求其死啊 就有這樣的團體 你說對不對 也不見得不對喔 也不見得不對喔 他們有一個理論 各位聽聽看 很有意思 他說你們槍斃他 外國有的是絞刑 有人聽過 有的是住那個毒藥的 你們既然說他不可以殺人 那你們為什麼殺他 這個邏輯上是一個詭辯學啦 詭辯學各位知道吧 邏輯常常有這樣子啊 蘇格拉里講過一句名言 蘇格拉里認識吧 謝謝所有的 希臘哲學家 不要說 那個人好像不是住我們隔壁 我不太認識 蘇格拉里講一句很有意思的 他說啊 你們不要以為厲害 沒有 我一無所知 可是呢 我知道我一無所知 那他到底知不知 這叫他聽到嗎 很奇怪一個邏輯 所以他是用這樣的一個邏輯 民使團體有主張這樣 但是我們想主張死刑了 那理由更多了 你不把他槍斃 以後人家會笑 我們叫做以盡笑油 會笑油 油就是不好啊 會笑法 或是說會學這種不好的動作 一上捷運 揮了幾刀刺來刺去 就死掉四個人 就是說這個沒有死 還要相當才死 對不對 以前那照樣照劇啊 這種不死刑 什麼樣才叫做要死刑 大家會這樣的一個思考 那我們講回來 刑事訴訟法保護被告的意思是在保護說 至少在程序上要讓他接受公平的審判 所以呢 要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一步一步來 倒是不能拖啦 尤其在押人犯啊 現在除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以外 在民國99年 有同學不講民國的沒有關係 就是2010年就出現了一個法律 新的法律 叫做刑事妥訴審判法 妥訴啊 妥訴審判法 再押被告 要密集審理 各位曉不曉得 一個案子在檢察官如果申請法院 積押被告 可以押多久 檢察官可以押多久 兩個月齁 正確 那是第一期啦 本期付款還有第二期啦 再兩個月 有沒有第三期 有在法院那邊 不是有在檢察官這邊 就是檢察官最多押四個月 押了以後呢 你不起訴就要放人 所以起訴就把人交給法官 法官開始在押 押多久 第一期 開始分期付款 第一期 押三個月 第二期呢 兩個月 再押一期呢 兩個月 再一期 兩個月 哇 從頭開始算 押多久啦 這一押不得了 我們講啊 押就押 像鄭傑就能給他押起來 沒事啊 他也沒有大事業在做 沒有吧 他不是重要的經理人嘛 也不用養爸爸媽媽 押就押嘛 天長地絕 有時間盡量押 押到看怎麼樣判 對不對 問題來了 但是不是只有鄭傑這種被告被押 還有什麼被告被押 最近一個大腳的誰 趙騰雄 趙騰雄壓起來啊 其實對他企業影響大不大 很大 尤其趙騰雄我們是看報紙 我跟他不認識 尤其我們看報紙 他是巨細米夷自己啊 必須這個叫什麼 親自輕微 自己公司大小事都自己在做 他一個兒子好像有生病嘛 後來出來了 白昌昌啊 散鼻巴 所以你看這種企業人一壓起來不得了 所以為了一再申請說他要交保他要交保 也是為了企業啦 那你們企業人到底事啊 那錢在談也不能這樣講 他公司都要營運嘛 有員工嘛 有消費者 對價的消費者嘛 這些可能都要考慮 但是相對性的考慮 押了你 如果公司會到你公司好死啊 對不對 那就沒有一個組織性嘛 本來董事長不知道就副董事長嘛 對不對 不然還有董事什麼 智慧的成員嘛 執行董事嘛 對不對 不然你就監察人趕快再開個 開個會議看怎麼樣來取代讚同學的位置 讓公司能夠經營下去 這個才是一個公司組織 而不是靠個人的力量 好 我們講到這一塊 就要提到就是說 程序要讓被告覺得公平 這是訴訟法 訴訟法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設計 有什麼樣的程序要讓他覺得公平 我們先來跟各位介紹一個就是說 在92年修正訴訟法以前 其實第一個保護被告的訴訟權利 刑事被告的訴訟權利就出現在 可以隨時請選任辯護人 日本人叫做辯護士 就是辯護人啦 隨時請喔 什麼叫隨時 從調查局約談 警察局約談 最近又出現一個單位在約談 哪一個單位 我們學員怎麼知道我們怎麼約談過啊 沒有錯啦 我是說各位看報紙 知道一些資訊 有沒有知道 有沒有知道 不得了 你們 你們這怎麼臥龍藏虎啊 連政署 對 連政署那筆錄寫什麼呢 問案人是誰 怎麼寫你知道嗎 連政官 厲害了 就寫連政官 寫連政官 所以那個像檢察署的筆錄一樣 檢察署來問案檢察官某某某 檢察事務官一樣 事務官某某某 像連政署來連政官 大大局問案還不敢這樣寫說我調查官 檢察局問案也不會寫說我警官 前面都沒有 都是弄在後面才寫 所以這個連政官啊 是法務部的這個組織法裡面 新的規定出來的一個單位 有一點像以前 現在還有不叫以前啦 就現存的這個調查局裡面的樹灘 樹灘組一樣 那這個工人有一點重疊啦 但是不管就是為了樹灘嘛 他還有連政官 所以只要你第一次被約談的被告 我們上課講課還有這個演講 座談常常會有這個叫習慣用語 各位不要忌諱我說你你你其實不是你啦 後面省略掉是你的朋友親戚鄰居左右不是你 我就說只要有這麼一個人被約談收到約談書 隨時可以請律師 隨時可以請律師 那律師去有的當事人會認為很奇怪 我們碰過很多被起訴以後再找律師 我說你檢察官的時候沒有請律師 我認為我沒有什麼事啊 為什麼 沒有什麼事啊說我找律師幹嘛 這一個心態 這個心態 那個時候找律師會讓人以為我有事啊 不然你怕什麼啊 沒有這句話我們在 在檢察局以前常常會聽到 檢察局會跟當事人講 告知義務我們第二項要講 因為你開始會講你要不要請律師 要我打電話找律師 不用啦 你要沒什麼事啊 你找律師幹嘛 找律師啊 只有三種壞處 沒有好處 第一個要花錢 第二個時間一直拖 第三個你心裡有鬼啊 說一個那我不請律師 你都這樣子啊 我們米南話這個叫什麼 去拼了 被他騙了 就是請律師本來法律的規定嘛 當然你要有錢啊 沒有錢現在怎麼辦 現在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看到廣告 法律輔助基金會 你可以找他 但是我說沒有錢 那是簡單化的講法 不是沒有錢就可以 我現在沒帶錢 我請不到律師 我要找法律基金會 他調查你的財產 你的收入怎麼樣 這要審查 我們都當審查 不是很多人都可以 是沒有錢的人 真正沒有錢的人 可以請律師 請律師的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跟著在現場知道 你被訓問的內容 從法律觀點 他來跟你解釋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眼鏡 我們開始可以被選任為辯護人 去跟當事人去做筆錄的時候啊 我跟各位講 那是第一個階段 九遠時代的時候啊 我們律師到啊 那個警察 或是司法警察官 他很客氣 喔大律師 你以前不是在地點組當檢查 我就說 喔檢錯 沒錯 你現在看那有電視 現在正在問案 你看我們沒有打他 你坐這邊看 有打他你就跟我們講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辯護人在場 在場啦 在場看銀幕 這什麼叫辯護 所以後來我們向法務部抗議 那法律規定的意思不是這樣嘛 對不對 那當事人也不知道我們來了沒有 我跟他講啦 說你來啦 叫他放心 後來我們可以坐在旁邊 看筆錄 打錯啦 我們要跟他講 你剛剛他講的也打錯了 不然你天天錄音帶 可是進步到這樣子喔 這還 還不是 還不是很進步 最進步的是目前 通常慢慢趕過去啊 那你是怎樣 那個律師你坐旁邊看 我們現在正在做筆錄 點點 到底什麼回事被抓還不知道 看他單子 有貪污事業條例 貪污事業條例幾條 哪一條 不知道 現在修正了 如果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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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約談通知書 去做筆錄 調查局也好 檢查局也好 你律師感到啦 可以像做筆錄的 這個調查員啊 調查官啊 或者警察 警察官跟他講 對不起 我要跟我的當事人 談一下話 他叫做筆錄 要談多久 談一個小時 小聲談 到底是怎樣 我也知道 有可能的 那個人說 不是安全啊 講不清楚 所以律師也是 看案由他問 貪污事業條例耶 你不是公務員 那就是行賄嘛 你有拿紅包給人嗎 就直接問 紅包不是我拿的 不過我包的啦 那我不是一樣 就把事情弄清楚 那你等一下怎麼講 他說這個條例 在以前很有意思 現在有修正了 我們大概都知道 不可以送紅包 收紅包不對 那個叫做什麼 賄賂罪嘛 賄賂 公務員叫收受賄賂 老百姓叫什麼 交付賄賂 其實這個貪污事業條例 他一開始不是規定交付或是收受 他從 開始的要求 就不行 從開始的行求 就不行 要求就是公務員跟老百姓要 你經常做大事 你拜託 你認真謝署都不辦 你講什麼我聽不懂 你講得清楚 你去問阿董 看阿董怎麼做 你給他做 他不敢講清楚 叫他去問阿董 問阿董 問阿董 到底是怎樣 補五萬塊 就改罰了 喔喔喔 要錢給他 對不對 這個叫做什麼 要求 行求呢 行求是老百姓給錢 叫做行求 阿董 都辦不出來 欸 阿大人阿 大人阿 阿到底怎樣 你這樣好不好 大家交一個朋友 然後就把他抽屜打開 阿這老婆你多少 你再放下去 阿你看著辦 說什麼 你這樣 不行喔 怕錄音 不行不行 不行 啊不行不行 初次老婆開起來 說什麼人 不行不行 不然那個環保局 還在不行 我們說這樣的一個狀況 讓律師了解怎麼回事 在以前 我還是講以前 那個一百年修正的 如果老百姓行為公務員 沒有要求他違背職務的話 什麼意思呢 我跟他講 欸 你趕快幫我辦 我這裡都合法的 不然你搞怪 對不對 沒什麼事 你這條鑽我 都在等 我沒有違法喔 你放心 我送錢的人 沒有犯罪 沒有犯罪 所以以前不是常常 會聽到 所以都大樓蓋好了 要檢查水電 那個電有沒有合法 哇 他說電梯還沒有通電 所以二十五層樓 所以從一樓爬到二十五 好好 買到多疲 越白越疲 因為檢查一層樓 一個紅包就放進去了 檢查到第三層樓 就放了十個紅包 越來越動 越快越高越 多合法啊 看那都是政治標記的啊 我送錢不合法 公務員被抓到 違法 公務員探訪這條例 四五六三條 重罪的四五六 四條五條六條 第四條十年以上 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 第五條 不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 七年以上 第六條 土地罪五年以上 都是重罪 相對性 公務員 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 你交賄賂的人呢 叫做行賄罪 行賄罪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行賄罪 不違背職務的 老百姓不犯罪 現在修正了 如果存罪 我們叫做紅包條款 存罪 純罪送紅包的 我都用政治標記的 那些電腦弄到 你沒看 還是包紅包給他 你也犯罪 老百姓也犯罪 現在是三年以下罪 不中啦 這些不中的罪 就是鼓勵你 老百姓啊 你坦承 有就有啊 有的還是不講 沒有啦 跟你說沒有 不算錢 有是請的吃飯而已 請的吃飯叫做什麼 不正義 不正義 你不來不是請的吃飯 他公務員 他領國家的薪水 老百姓繳稅金啊 都不可以亂說 所以很多人講話 犯法不自知 犯法 自己不知道說什麼 在犯法 竊盜罪 什麼叫做竊盜 竊盜罪 竊盜就偷帶人的東西 沒有錯 有的被告 我們碰過被告 鎮鎮有詞 嫌的 啊我拿是拿啦 啊他們都有看的啊 啊你們用秤尾 有看啊 有人搞不清楚 還有更好笑 啊我早有錢 我可能去偷帶人的東西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我是拿來給家賓鎮鎮 我是侄道的 以前料理 你們是日本人 那個派人 才會拿去拱 啊你們在旁邊 都台湾人 那不可以這樣 拜託 我跟警員說 啊不我叫你說的寫好嗎 好 你叫我講 一年一年寫下去 就我丟掉了 對不對 這是竊盜罪嘛 竊盜罪的一個條件 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所有 這是什麼 通通犯罪啦 所以有的不知道 想說他自己是俠盜 正義之勢 啊出名大陸沒人吃 啊你那麵包賣賣後 一樣要撐掉啦 啊你沒有 你要給他吃 要給他吃 不如給他隔壁吃 隔壁動作滴得夠一樣 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律師的功能 其實從第一個時間點 就開始啦 我不是在推銷自己 我是在介紹 這個辯護人制度 是一個新的制度 演變到這樣子 對被告是有利的 被告是有利的 接下來喔 每一個問案的人 對被告都要告知他權利 我先告訴你 就是連籍資料問好啦 我告訴你 你可以請律師 你可以申請調查 對自己有利的事項 你可以不違背自己的任務 自己的意思 自由陳述 叫你自己說 自己的話說出來就好了 不用不用講 講得要不要清楚 你可以請律師 你要不要請律師 我幹嘛請律師 很傲心 我又沒什麼事啊 請律師 都給你笑 還說只有運 那是你的權利啦 不要搞錯 第二個 你可以調查 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一般你這個 你不是學法律 一般你搞不清楚 要調查什麼 我就沒什麼要調查什麼 那不用啦 第三個一樣 你可以不要違背自己的意思 來自由陳述 我說的都是實話 實話就是犯罪 這個實話 現在又多了 又多了 各位有 我看有很多原住民嗎 現在多這一條 請問你是不是原住民 就是 好 如果是原住民 現在法院有設專庭 我們那個案號 字號 會有一個原住民的原字 第幾號 好 就是保護原住民 因為一般的法官 有時候原住民文化不太清楚啊 對不對 他就有一個專庭 專門審理原住民的案件 所以 這個 不是種族歧視 其實不是保護這個 社會上的弱勢者 弱勢者 有的 當事人 被檢察官法官問 你是不是原住民 有的要生氣 你看我好像是喔 不是那個意思 那是照法律規定問的啦 因為如果是 就要移到他不能辦 要另外的人辦 還有一款也是新增加的 如果是中低收入的 所以要問喔 請問你是不是中低收入的 你看得沒有啦 我給你們不要笑 這是真的會喔 這樣發生 我們曾經在法庭上 就是笑死了 一個法官就問被告 被告你叫什麼名字 我有名字 你怎麼叫我被告叫什麼名字 我身份就不是給你啊 他就是被告嘛 對不對 法律上就是這樣子嘛 不然你叫法官說阿伯 不好意思喔 你什麼名字 阿伯嘛 你什麼名字 不能 法律的法律 就是那個 那個規矩嘛 就這樣問 不過現在法官檢察官 現在法官檢察官 司法院或是檢察署都有要求 法部都有要求 對檢察官要客氣 要客氣 要客氣 所以一般說 背後 什麼名字 我李明明 李先生 就這樣稱呼一下 李小姐 我們也碰過 六十幾歲還叫李小姐吃我豆腐 真的是 這開店有時候很好笑 在研肅中 有一點笑花出來 那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說 律師 以前我們 當編務人開庭的時候 檢察署那個還好 因為 門關起來 沒有人看到 那法院是公開法庭 所以去開庭的時候 講話 律師講話 要站起來講話 當事人要不要站起來 當然要 對不對 律師 這麼大都要站起來 還要站起來 還要站起來 曾經有律師被法官訓喔 訓喔 說訓是比較 比較嚴肅難聽一點 他給你虧 什麼叫虧 講話帶刺啊 老律師啊 講一句話站起來再坐下 講一句話再坐下 有的便當 所以法官在問 大律師有沒有什麼 這個證據調查的事情啊 那律師都 目前沒有啦 在坐著 目前沒有啦 法官要怎麼講 大律師 你最近有生病嗎 我好好的有生病 請問你的腳有沒有問題啊 我腳有沒有問題啊 有長痔瘡嗎 我為什麼長痔瘡 不然你怎麼沒有站起來 講整部 你不要笑喔 筆讀上你怎麼寫呢 筆讀上剛剛那個話不會寫 但他站起來以後 筆讀官就打了 辯護人起撐 起撐 寫得很實在齁 你不站起來講話 筆讀官打不下去 他總不能打說 辯護人坐撐 現在都很客氣 現在法官一開庭 當事人有時候就站起來 大家通通不要站起來 通通坐下 辯護人請坐 辯護人不是不坐啊 我們辯護人 因為坐太久 要起來 噹噹噹噹噹的 比較不會有什麼撐 辯護人 法官來說坐下坐下 我們習慣 我們有時候也是這樣會跟法官講 我們站起來講 比較有力氣講話 也可以 那你現在沒有站起來講 那那是不是寫坐撐啊 沒有啦 就直接寫撐就好了啦 這個起就不要了 你看這事實在進步 法律進步 法律進步 這是告知事項一定要講 保持靜默 很重要喔 保持靜默 他可以叫你保持靜默 告知你有這麼一個權利 這是最重要一個權利 各位看影片有嗎 香港的影片才能夠這樣子 哇一下衝過去 就把它壓在地上 你可以不講話 但是你想的話 都會當做呈堂公正 對嗎 就是保持靜默 這字寫的不是很順喔 列車的 車像碗仔車的 沒有特別意思喔 不要學不會想 有個高音的法官 辦一件很大很大的被告 很大很大 現在最大的是誰 處骨厚頭零抓被 當時二審的時候 那個法官在二審 記者好像無聊喔 來問他 這些對你壓力大不大 怎麼辦 你支持哪一邊 藍的還是綠的 法官啊 也不是省油的燈 法官很簡單就跟他講 哇 我很清楚啊 我的眼睛只有黑白 沒有藍綠 喔 這個會順耶齁 對不對 要不然你搖開我眼睛變紅了 好 這為保持靜默 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 這是訴訟的 五條的修正 以前沒有這一條 沒有這一款 那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實務上 有沒有人會保持靜默 有沒有人會保持靜默 背後 你民國幾天幾日 在哪裡 喔 我到哪裡去了 跟誰見面 喔 我跟誰見面 直接講 那不是這樣 你保持可以保持靜默嗎 怎麼保持靜默呢 背後為什麼不保持靜默 蛤 為什麼 偷心啦 你問的我都正式跟你講 偷好啦 對不對 沒辦法啊 你問我就講啊 有的時候啊 三講四老氣 聽得懂的意思嗎 越講越錯 真的啊 越講越錯 事實上 實務操作上 很少人保持靜默 最近幾年有一位 台灣高等法院的檢察官 因為收受賄賂 被收押 那個姓陳的一個檢察官 報紙很大 他被收押以後的 第三次第四次體訓之後 他就不講話了 他就不講話 行使靜默權 可以 那你沒有辦法 保持靜默筆錄怎麼寫 就是被告保持靜默嘛 你都不講了喔 你都不講了喔 他就不講被告保持靜默 你怎麼問 大口小口 靠來靠去他都一樣保持靜默 那也沒辦法 他就是有權力保持靜默 好 所以整個訴訟制度 這是尊重被告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人 不告知這個事項的 現在幾乎沒有啦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電腦化 電腦早就有這些字在 法官除了他不認識字 不認識字也考不上 就照念就好了吧 就這樣 就照念就達到目的了 好 我有告知你事項 你不請律師是你家的事 你要滔滔不絕的講 你要口落銜河 你這裡講 以前不是也有一個被告 很大很大的被告 每次開庭都講了很多 一直講一直講 後來說他生病不能講話 怎麼樣沒有人相信 我要講誰你們不知道喔 本來這都是你的權利 你自己去選擇 自己去選擇 這也是訴訟法 一個修正的一個特性 一個特性 還有幾個重要的修正 我繼續跟各位再做一個報告 我們現在知道 九十二年修正以後的訴訟法 我們在制度上稱它為 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 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 也就是說在訴訟制度上 我們本來有兩種制度 一個叫做職權進行 就是要進行一個訴訟 由法官 審判長 庭長 自己依照職權 我想傳誰就傳誰 我今天問什麼話我自己決定 證人來不來由我來決定 職權進行 現在不是啦 現在叫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 也就是說要傳什麼證人 由當事人決定 這裡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法律名詞出現 稍微說明一下 在法院開庭的時候 誰是當事人 各位知道嗎 被告啊 對 還有誰 我們講刑事訴訟 不講民事訴訟 當然是被告 是當事人之一嘛 還有呢 千萬不要說原告 也不要說告訴人 因為在法庭上 已經有檢察官起訴了 這個案件 所以檢察官才是所謂的原告 原來的當事人 在偵查中的那些告訴人 被害人 他的家屬 那些到法庭上 都已經不是當事人了 所以當事人很明顯是誰啊 被告還有檢察官 就這兩個 他們的位置 一樣都在法官的台子之下 進步到說 我們簡單講 當事人跟檢察官 被告跟檢察官 都是當事人 而且是 平坐 你檢察官 有調查證據的權利 我被告跟我的辯護人 一樣有調查證據的權利 有厲害 調不調查是你家的事 但是他就是 呼籲你這個權利 那原來的告訴人 原來的被害人 他的家屬 跑去哪裡啦 跑去後面坐 後面有位置給你坐 一切都要透過檢察官 來主張權利 所以是當事人進行嘛 但他還是改良事 所謂改良事就是說 沒有完全的當事人進行 那這一塊在哪裡呢 這一塊在法官 還是有職權調查證據 是在最後的狀況之下 他還是可以 所以我們一般知道的 民事訴訟 剛剛有學員講到 原告被告 那種民事訴訟 是當事人進行主義 以前我們一個大法官 在我們司法官訓練所上課 姚瑞光啊 現在94歲 5月20 政大校信 還給他頒農譽博士學位 他上課他是教民事訴訟 他跟我們講民事訴訟啊 開庭啊很簡單 用下巴開庭就好了 下巴要怎麼開庭 原告 意思是什麼 原告我跟妳講了啦 喔好好 原告 原告 講講 你講才說換他 下巴開庭 檢察官會不會用下巴開庭 以前啦現在沒有啦 應該沒有了 我想相信也沒有啦 以前檢察官也常常用下巴開庭 以前檢察官很兇的時候 有羈押權的時候 有搜索權 有監聽權 檢察官開庭 我們別人 人是被你殺的 不是 不是 你再說一遍 不是 好 要怎樣 罰警就押下去 嚇得你問你 不要去說 下巴暗示 罰警 押下去 檢察官兇的時候 以前我們聽過我們的 老師在舉這種例子說 那個不當的例子 我舉給你們聽 就舉這個例子 聽說還有一個檢察官 下去打被告 刑囚 我們古代說刑囚 古代說的刑囚 有沒有一個很雅的幾個字 刑囚結果會不會講話 會不會講出來 一般會 我們看古代 什麼青宮十大鴛豫 什麼瓦鉤 山木之下 何況不招 山木之下 不是日本人那個山木 山木是什麼 行距 也不是山跟木頭不止 對 因為古代人講山是很大的數字 都在你講在日本 講到給你講 對嗎 何患不招 現在不可 以前有過 各位年紀好像有一點歷史 應該知道一位姓李的先生 不是李登輝喔 叫做李思科 李思科誰 李思科誰 對 如果在看旁邊的人表示年紀很輕 誒 告訴你李思科 是台灣史上第一個 不是只有搶銀行喔 在教廷大使 在我家附近 的警衛 把他搶了槍以後 隔了一陣子 用那個槍去搶土地銀行 有厲害喔 搶了以後咧 沒有破案 開始之後 後來找了一個叫王淫仙 我這個就是他 一看就像 怎麼不是呢 我們辦案辦這麼久 會弄錯嗎 你再不講 比他講 雷同之處很多 都是計程車司機 都是老歐啊 就是那種瘦瘦的樣子 你看看行龍的樣子 就是跟他一樣 李思科也是瘦瘦小小 後來呢 帶去 好啦 至少承認說是我啦 前朝在哪裡 就一起去 往 潔美過那個叫什麼 什麼橋 修隆 跳下去 蛤 後後可能 這個叫什麼 為罪自殺 你看我們破案了 第二天說 李思科也有聽到 後來那四個警員 警官 有沒有逃出去的 也有逃出去的 那叫刑囚 現在大概不太可能啦 講一個不太可能的原因 在我們辦案的實務上 如果被告抗辯 我的自白 被告自白知道 自白就是自己承認犯罪 如果被告自白 來 檢察官很高興嘛 馬上就起訴啦 法院是不是可以馬上判 法律的規定 訴訟法律的規定 有罪判決 不能以被告的自白 為唯一的證據 只要他自白就 成立犯罪 他就害了 某某年的319 那兩顆子彈是我打的 自白 當然不能這樣子啊 所以還要調查 其他必要的證據 來證明自白是真實的 對不對 這個對 好 萬一啦 萬一啦 起訴以後 法官就問啊 你認不認罪啊都自白了 被告說我不認罪 你都自白還不認罪 檢察官有打你嗎 法官有的 真沒水準 檢察官有打你嗎 沒有 檢察官會害你嗎 沒有 檢察官要騙你嗎 沒有 那怎麼 都沒有啊你看 什麼東西啊 哪有這樣問的 對不對 都沒有就表示對啦 有的被告會怎麼講 我講的話 不是出於我的自由意識 我進去調查局被問的時候 把我磨了四個鐘頭 說別人多說是我 說別人多說是我 我如果不承認 檢察官會收押 啊我如果承認啊 叫那你要證明不是 你再去查證據來 請求調查證據 來證明你的無辜 這現在法律院 開通了嘛 你問你的律師看看 你看 律師會當年跟他講 你們人家就騙了 有律師跟調查人家 調查局裡面 打架起來 我的被告不是這樣講 你不能這樣做 我就是這樣做 不能怎樣 幹起來過 現在我在講這個都是故事 今天講的就是以前的事情 以前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在講一個重點就是說 像這種主張自己的自白 我們法律上叫沒有任意性 不是出於我的自由意識講的話 沒有任意性 我若一主張這樣的時候 法官啊什麼都不能調查 只調查這個自白有沒有任意性 為優先 自白有沒有任意性 傳調查員來 你有任意性嗎 沒有 叫檢察官來 你有任意性嗎 沒有 是這樣嗎當然不是 一般啦 法律是規定說 法律是規定說 檢察官要證明 自己所得到的這個被告自白 有他的證據能力 是出於任意性 檢察官要先證明 被告或是他的辯護人 也可以提出證明方法 各位什麼叫證明方法 我剛剛提的那個例子 他被洗腦的四個鐘頭才承認 假設是這樣的話 你要怎麼證明 被洗腦也沒有錄音啊 也沒有錄影啊 怎麼辦 對不對 做了筆錄開始 也不會說 好 我承認啦 因為我剛才被你洗腦了 所以我承認 調查員快點 這段不能錄下 所以 剛剛講的 同樣的狀況出來了 我們一般 在主張沒有任意性的這一段 都是調錄音帶錄影帶出來看 錄音帶錄影帶 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沒有任意性 範圍很廣 包括到一個 可能你們都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一個被告在法庭上 或是檢察官那邊講話的時候 他是在押被告 或是他剛被抓到的是通緝犯等等 手銬還靠著 腳樓還戴上 開始對話 這個就是沒有任意性 有厲害嗎 我們曾經 有一件軍法的案件 我們主張這一段 果然掉錄音帶 哈哈沒有錯 後來判定書這一段就寫 這一段講話 通通不算數 沒有任意性 所以就是沒有證據能力 沒有證據能力 證據能力 證據這個能力 法律上的意義 就是資格 沒有資格當證據 厲害吧 連手靠起來講話 法律都可以不踩 都可以不踩 剛剛提到 那我早上9點到12點才問案 筆錄就寫12點啊 你怎麼證明那一段 曾經也有人要求證明 大拉局門口啊 通通有攝影機 我幾點進去了 調出來看 欸 果然呢 果然呢 有一件很有名的案例 後來經過最高法院 化為更審 就在講這一段 所有的當事人 關係人 在被問案的時候 包括到法院 都要及時訓問 要馬上問 不用整理 把一個表畫來畫去 你就是這個主角 別人這個人這個人 都要講你 你不承認看看 不可以這樣 有一件買票的案子 什麼叫買票 選舉到了齁 要買票了齁 我83年底到澎湖84年 選縣長的時候 他選議員 我去那個演講齁 然後就在這個 因為時間還沒到 蔡市長看了 聽到那些當地人講話 對話很有意思 我們這裡選的議員齁 真奇怪 那三號的齁 不知道是在創什麼 人家一號二號 都來探討 三號都沒有北京比較高 大家有要選就沒有要選 跟選假的一樣 都沒有想請問 什麼意思 鄉下人有沒有這個想法 有 對嗎 都選假的 都沒有想不信 這個叫做買票 叫買票 選舉的買票 居然媒體上給他灌說 這是文化 我拜託給 這是什麼文化 墮落的文化 那大概大地方應該還 比較看不到 比較看不到 我們曾經有一件選舉的案件 的官司 當年是苗栗縣長 苗栗縣議員的選舉 苗栗縣議員選舉 八十 也差不多八十四年左右 官司打到更十一審 什麼叫做更十一啊 說哪有 五斤六斤跟更十一 更十一就是說 一審到地院到高院 高院到最高法院對不對 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叫更一 最高法院判決以後 你不如在上述最高法院 在上述最高法院 又發回更審 叫做更二 所以這樣發回來幾次 十一次 加上原來的地院高院 一共開庭開了幾次 不是開幾次喔 就開了幾個省級啊 十三嘛 還有官那邊等於十四個 這位當事人這位議員啊 後來又 讓兩次啦 讓他繼續當 官司還沒了 好不好笑 真的好笑齁 所以法律上出現一個法 我剛剛講 妥訴審判法 剛剛提到 一個被告能夠被押多久 檢察官四個月對不對 剛剛講一半法官的部分 三個月 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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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訴訟法的規定 這個人犯的罪 剛剛是三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就沒了 就要押 政捷如果還沒有 還沒有派 那政捷有沒有綁出來 所以這種十年以上的罪 重罪 殺人法律的規定 二百七十一條 他就直接規定 殺人者處死刑 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有這樣的一個罪 有這樣的一個罪行 訴訟法規定 羈押次數無限 好 辦得了就對了 辦得了就對了 這樣阿批是 辦得了嘛 辦得了 我們這個辦得了是當時不知道咧 我讀政大法律史 我們在大事的時候阿 有一個法律服務室 附近的居民阿 就拿一個契約書 租任契約書給我們看 我們學校跟人家租土地 蓋校舍 租任期間阿 規定得很清楚 八爪蝦夷 可以租到什麼時候知道嗎 那七月數我看過 可以租到什麼時候 租到 緩公大陸勝利成功 錯 不是永遠 緩公大陸勝利成功 在民國三十幾年租的 你說是永遠 你有沒有抓去拱 美國三十幾年阿 那時候有沒有希望 緩公大陸勝利成功 有 什麼時候不知道 你如果頂民國幾年下去 頂四 要不就廚跳海南 所以那些人 真偽數 還可以這樣頂 那些是天才 出到緩公大陸勝利成功 這條件還是期限 法律上這個問各位這樣 不太對 法律的意義很奇怪 條件 有一個條件 條件的意思是說 不確定的事情叫做條件 比如說定一個 這不能定 我是這樣舉例比較好笑 定一個結婚契約 三年內不生男生離婚 這就是條件 對不對 誰不生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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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是無效 因為違背公序良俗 違背公序良俗 但你不能說那個 租人契約無效 那個無效你真的 要去檢備總部去笑 後來我們的解釋 這個是一個什麼 因為租人契約會牽涉到一個 另外一個重要的條款叫什麼 叫租金 對不對 你說租人契約會用租金嗎 租金 租到我們民國三十幾年租的 我們是五十七年入大學 然後六十年生大四六十一年 他才拿那個企業書給我們看 表示也租了二十幾年了對不對 租了二十幾年租金有沒有調整 二十幾年 你現在遙想二十幾年前對不對 我青春冒霉的時候 那時候一國再賺多少吃多好 現在賺很多吃不好 這時間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那個租約的問題也在這裡 所以那個租約的問題也在這裡 如果是有期限的租約 不可以調整租金 你就看那個感覺 你一定十年 你賣當勞 大家都知道 賣當勞做的 幾年二十年 三十幾年 就講好了啊 一個月多少錢都怎麼樣 不能調整 後來我們跟他解釋 說這個 你不能當做條件 因為在當時定這個 反光大陸勝利成功 不是不確定的事 是確定的會 會成功 當時成功 不知道怎麼 所以是不定期租認 我們這解釋很棒 就是不定期租認 所以你可以調整租金 可以跟我們學校討助金 這個後來最高法院 民庭總會有決議 這樣的一個叫做不定期租認 可以調整租金 解決了 解決了 好 我講這個什麼意思呢 法律的見解 有時候就是 你要碰到才知道 當年定這樣子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以前一直認為說 這個死刑犯本來就是 跟死嘛 不然出來要怎麼樣 對不對 以前有這個觀念 但現在妥訴審判法 他有規定 剛剛不是講死刑犯 如果在一審二審 就可以一直押押到 押到判完為止嘛 現在不行 現在第一審第二審 只能夠押六次 延押六次 訴審法的規定 最高法院呢 只能押一次 趕快發揮更神 不如趕快就確定 不但這樣 現在對被告人權保障 八年要判完 這個人不能押超過八年 知道嗎 剛進去被押 申請教保 我太太剛生小孩 你們家有事 跟我們家無關 怎樣押 押到八年 小兒子 押到八年小兒怎麼樣 沒死 當然沒死 小學一年級 生二年級 在以前要管你 現在八年 如果沒有判決決定 這被告呢 要 視同超高積壓 表示什麼 要放出來 如果第一審判無罪 第二審判無罪 都是怎麼有這樣規定喔 簡而不可以隨便上訴喔 一審無罪二審無罪 你還在上訴 你上訴只有一個理由 如果這個判決 違背憲法 違背判例 違背大法官解釋 才可以上訴第三審 不是本來就這樣規定 原來可以上訴第三審的 比較寬鬆 只要你違背法令 就可以上訴第三審 但是現在 妥訴承判法 他把它限縮喔 換為很狹隘很狹窄 他必須違背憲法 違背憲法 好像雲端的事情 違背判例 你要找出具體的判例 違背大法官解釋 你要找出哪一號的解釋 所以這個法律 投資審判法是在保護被告 也間接的在說明什麼 一個案件不可以拖拖拉拉 對不對 你給他關八年還沒有決定 那是什麼意思 那以前一直要關 關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我們常常用一句話在形容這個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種案件明明無絕期 聽其自然啊 不會先來講 而且呢 法律的規格規定很有意思 超過八年的案件 超過八年的案件 被告 我想比較白話一點 如果認罪啦 超過八年啦 現在因為很多案件超過八年嘛 要用妥訴審判法 法官就會問被告 你要不要認罪 認罪我跟你減輕 不認罪 因為案件八年了 我們就要截掉啦 一個抉擇喔 你如果認罪 他跟你減輕 不認罪呢 要截掉 他會不會判有罪 聽那個語意啊 好像就是要判有罪 可是有的被告他 堅信無罪 有一個我們桃園的律師 在地裡以前在桃園也當檢察官的 他大概那個案子恐怕有快二十年了 就一直沒有決 那最近判決確定 就是最後一審的時候 法官問他這一段 你要不要認罪 認罪我們給你減輕訴審法有規定 可是這妥事審判法出來 也解決了很多事情 是不是這99年的一個法律 是不是很妥事 當然一個制度要慢慢的看 這個漸漸的一些案例出現以後 一些實務操作以後 才知道這個法律的適用 有沒有真正達到原來立法的目的 如果有就照樣實施 如果沒有哪一點要檢討就再去修正 大概意思是這樣 我們講到這個即時訓問 最近最高法院 不能說最近 應該是去年還是前年 最高法院有一個很有名的案例就是買票 剛剛提到買票的事情 多少錢叫買票 二十塊 二十塊三十塊 三十 三十塊以上 這以上包括不包括三十塊 包括 法律很奇怪 法律條如果用到以上以下 包括本數 包括本數 以上以下 未滿就不包括 這三十塊就換法 所以每一件你去查扣的 那個買票的賬物 他都準備好一個報價單 二十九塊夠 法律事件能不能量化 量化各位聽得懂嗎 用數量來表示 有沒有這種量化 有 比如說酒駕 一定超過多少 現在超過多少 酒駕 酒駕撤職出來 以前是零點五五啊 移送法辦公共危險罪 現在呢 零點二五 對 是不是 這是一個量化吧 表紙還沒要怎樣 看你的電話 有很多假啊 有很多米菇 有很多假 所以這一定要量化 而且現在量化到哪裡呢 要到如果三次酒駕被移送 判有罪的話 要不准醫科罰金 總算判六個月以下 不准醫科罰金要關 不止 不一定 六個月以上當然就沒有話講 不醫科罰金啦 但是如果判五個月四個月 檢察官執行的時候 就一定要去關 那個叫執行檢察官 他們法務部啊 就有這樣一個量化的動作 以前大陸的刑法也有類似這樣 說偷多少 東西以上要判什麼刑 多少判什麼刑 幾多幾少也大概這樣量化 但我們覺得 哇 原則上比較不疑 比較不疑 剛剛講這個 30塊 30塊是用什麼樣做標準 你說出廠價 市面上可能不只30塊 標準在哪裡啊 有的大盤的 有的中盤的對不對 還有的剛剛講可以故意規避 那我們也看過 一般你說選舉不送一點東西 好像有點奇怪 宣傳品有啊 如果年底選舉啊 宣傳品最多的是什麼 年底選舉 農民利啊 對不對 明天可以用的嘛 農民利 農民利一本大概不會超過30塊 但是最普遍最普遍 送的宣傳品是什麼 面子 薄薄的一本 面子聽說有的成本貴 有的成本比較便宜 成本再貴再貴一包大概也是 兩三塊錢啊 如果一包三塊錢 可以送幾包 送十包 啊送十一包就要被抓去 這樣對嗎 怎麼奇怪 啊你送給我 多一包給我 我怎麼知道你多一包給我 今天放在頭上滷滷的 所以我說量化界有自己問題 日本有過案例 送名片就被抓了 送名片就被抓了 那金子做的 你送了好幾張啊 都說哇讚 吃好刀小薄 那都送金子的 名片大家都去拿 這是一個法律上叫做對價關係 所以我們在講說 在一般其實這個不能量化那怎麼辦 怎麼抓 怎麼標準 其實法律上所謂的 剛剛講一樣的那個賄賂一樣 什麼叫賄賂 就是你的職務工作 公務的職掌 把它賣掉 有一個什麼 對價關係 你今天要投一票 你把這個票賣掉有一個對價關係 我小時候我住三重 我們印象中三重有一個 要選民意代表的他家開電影院 所以我們的選票都是什麼 都是戲票 他都拿票來日本 我們家幾個人 你們怎麼存三個 還抓三重 一個人三重 就真的這樣子啊 這個方法當然都改掉了 這個就是一個對價關係 才足以過程犯罪 所以我們說 不用指十包 這樣對 九包都沒有犯罪 十包再犯罪 十一包再犯罪 所以我們覺得不要這樣算 他的目的就是在於買票 那怎麼去證明 那就是你辦案人員的 的技巧啊 的辦案技術啊 你怎麼去認定 你要講出一個道理出來 講出一個道理 現在買票啦 那個選罷我的規定啊 那要阻斷這些違法的動作很多 包括有的去廟裡面 那個選舉期間去廟裡面去捐獻 那個都不行 還有選舉剛剛講說三豪沒要算 假設那個是收銀子 聽過沒有 收銀子就是說 找幾個人頭出來選 那其實那個就是什麼棄保一樣 但是是有條件的棄保 那都不行的 那個都不行的 好 我們繼續再講 現在的訴訟法 他規定一個準備程序 跟一個叫做審判程序 兩個程序 準備程序在訴訟法的規定 就是說 各位可能以前會有一個概念 我現在問一下 大概有的會知道 以前的概念 地方法院幾個法官在審案子 感覺上是一個對不對 到高院呢 三個 最高法院呢 五個 現在改掉了 最高法院五個沒有改 高等法院三個沒有改 地方法院 你說三個 說一個 好像都對 改得這麼亂 好 我很重點的跟各位報告一下 地方法院的案件 如果是檢疫案件 要判 一個罰金的 三年以下的案件 判拘役判罰金 那種都是於一個法官 告訴乃論的案件 有一個法官 從頭半到尾 如果不是這種檢疫案件 是三個法官來審判 但是 先由其中一個法官叫做 壽命法官 有三個法官 中間那個叫審判長 如果說就得排三個 中間就是審判長 這個呢 叫做壽命法官 這個呢 叫做陪席法官 陪人家出席啦 這個多半在幹嘛 我們常常看到 會喔 這個沒事情 都是審判長跟壽命的在講話 在文化在指揮訴訟 這個要幹嘛 生的病 這什麼 言之筆轉來轉去 沒事嘛 不然呢 釣魚 怎麼可以釣魚 就常常這樣 沒有認真在聽 其實訴訟制度上 就是要你們三個一起聽 然後三個去評議 我認為那個講的是真話 不是 如果這個一直這樣子 喔 結束了 結束了 好 怎麼快 今天怎麼快 不可以這樣 一般的案件 一般的案件 由一個壽命法官 宣出來做準備程序 準備程序 依照訴訟法的規定 他第一句話 要問被告 要問被告 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請問被告 現在都用請問喔 很客氣的 不然去用懲戒 請問被告 請訴書 請訴書 收到沒有 收到 請訴事實 看了沒有 看了 認不認罪 重點在這裡 請訴書看了 當然有少數啦 請訴書 我沒有收到 看 怎麼沒有收到 他也不能罵那個檢察官 你請訴書都不害人 為什麼不能講檢察官 檢察官要寄請訴書給人家 為什麼不能講他 他是立庭而已啦 不是偵查檢察官 是 起訴是偵查檢察官的事情 法院的檢察官 現在分為三類 辦案 一般我們講正式辦案 那個叫什麼 偵查檢察官 偵查案件 金燦啦 他是這個查 但是檢察官的查 又不是這個查 是警察這個查 檢察官 那一類叫做 偵查檢察官 一類是專門去法庭開庭的 我們叫公訴檢察官 公訴人 也叫做立庭檢察官 這個立庭檢察官 這個立庭檢察官 公訴檢察官 立庭檢察官 他不參與原來的偵查案件 但是立庭的時候怎麼辦呢 會影印券 他事先要看 所以跟他無關 有沒有進行 起訴書給被告跟他無關 所以不能說 你們起訴司法不叫 都要幹什麼啊 不能這樣講 還有一類叫什麼檢察官 叫執行檢察官 就是案件判決定 就是案件判決確定以後 案件判決確定以後 整個眷 會到地檢署去 原來起訴的那個地檢署 到那個地檢署以後呢 難給各檢察官 給書記官 這個人判無罪 歸黨 這個人判 一顆罰金 叫他來 繳罰金 繳一顆罰金 這人判有期徒營 通知來執行 下午車子 求車就送 叫個監獄去啦 這叫執行檢察官 我們現在講的國語都滿標準的齁 在我們的長官啦 國語不標準 有一個檢察總長 不是現在的總長 已經在舊的制度的那個總長 姓陳 陳涵 各位老一輩也可能聽過 陳涵陳總長 他講話口音很重 有時候開會 開會他看來看去 檢察官那個畸行的怎麼都沒有來 畸行的有誰來啊 咖啡都好好 哪有畸行 執行 口音以前我們 講過 有沒有聽過 聽過課 我常常會舉一些這種笑話 以前一個教海商法的教授 第一堂也是自我介紹 我剛剛沒有自我介紹 你知道嗎 我的名字知道嗎 知道就好 他自我介紹說 我是動物大學 狗雞貓鴨師教授 那是在麥莎嗎 東武大學說動物大學 國際貿易系說狗雞貓鴨師 你插衣 又對對對 又對對 又對對對 老一輩都這樣沒有辦法 我們聽了太多太多 當過最高校院的院長 那個前國城也是 我聽他的課 火狗狗 沒有在講什麼 他教民法 有沒有外面聽過這一段 民法 各位同學要注意很重要喔 民法最重要就是牙齒 民法跟牙齒過關的 牙齒喔 牙齒啊 牙齒裡面麻麻的牙齒 牙齒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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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的牙齒 買賣的瑕疵 大家比這個在下 做KK的 還有 我的牙齒 物的瑕疵 後來我們上網拿了筆記區 那個教務長王和雄 後來當大法官 主長 說什麼 頭要跟他們打下去 一句一句跟他們解釋 歡意就歡意好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以前那個 講委國去我們政大演講 蔣偉國 我們很多年紀都聽過蔣公 什麼雙十文告那關講話 今天是中華民國 蔣偉國跟我們演講 各位你們不要怕 大家知道我是浙江人 可是我跟你們掛保證 佛家祖宗三代 國瑜我講的最好 他說對對對 一定在講什麼 這段話也是有些陰 以前那余國法也是浙江人 余國法有一句話 真的是他一講 大家頭就低下來 各位我們神經院 行政院跟我們神經院 神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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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代都過去了 我跟妳講是真的啊 我雖然不在場 那個有一個也是很厲害的 那些名字我突然忘記 毛澤東身邊的秘書回來 跑回來台灣逃走快被發現了 第一任的調教局局長 沈之月對 沈之月回來報到 那時候叫司法行政部不是法務部 這就在司法院裡面 他從大門走進來 司法院您知道我 知道司法院在哪裡嗎 從近南路就北英女對面那一棟 古色古香的三個拱門 有沒有看過 中間是大關走的 如果面像這樣 那這邊有一個小拱門 那是一般行政人員小關走的 這裡有一個門是老百姓走 這門現在封掉了 封掉不是開車叫它封掉 封起來 這個門在日治時代很厲害喔 老百姓走這個門 現在沒有啦 現在沒有啦 有一個洗手台 幹什麼 這個我們法律一句格言 無捷徑之手不得入法庭 腳手要乾淨啦 你不可以去顧人 你不乾淨就不可以顧人 所以進去啊 要洗個手 才能去開庭 那個 法警員要給你看有沒有洗手 有洗不洗不是一樣 不是 那個象徵意義 現在沒有人在說 到底捷徑不捷徑 你去 大家不是原告就變被告 被告 被告也變原告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我來講這裡講到哪裡去了 沒有啦 沒有啦 嚇死你怎麼又有啦 我來講啦 沈之月去報到對不對 沈之月去報到 就是走那個大廣門進去啊 報到啊 我要來做 做調查局局長啊 要跟司法行政部的部長報到 那個法警就 請問你哪裡 我深圳院 你行政院我這裡司法院 啊我深圳院啊 我知道你行政院 這裡司法院你走錯啦 沈之月啊 我深圳院 我深圳院 發現說啊我這裡司法院啊 兩個會被 警長在出來說什麼事啊 他說行政院 要來我們司法院 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下真的都過去了 我剛剛講認罪是一個很重要在法官那邊 希望你認罪 在法律上現在實務的編制上 在暗號 我們講暗號 剛剛也提到一些暗號 可以 比如說今年是103年 我們剛剛講一個法官 地方有一個法官的案子 他這裡會有一個103年度 然後寫一個E 檢疫案件的E E至第幾號 這樣子 好 這就是暗號啦 因為黑板關係 我在寫晚官 他絕對不會是晚官的寫法 如果是三個法官那種 他的數字 數 就訴訟的數 現在這個數字啊 變化無窮 如果重大案件 叫做重數 比較重 重要案件裡面又是跟經濟有關的 金融案件 它就是金重數 喔 真厲害 金重數 如果這個金重數啊 一開始 哇 社會大家 這麼做很厲害的一個大家矚目的案件 我給你加一個金重數數 矚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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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矚目 這個地下是什麼案件呢 很好笑 民國九十二年有什麼重大事件 這有怎麼扣 看得很奇怪 那天我有一個人扣兜 不過很快 我就醒過來 我就知道他在問什麼 他跟他問說 欸 那個十月二十八是什麼重要的日子 十月二十八 如果要關戶節到講說誕辰中間 想到 喔喔喔喔喔 你這個一定是什麼 腦筋急轉彎了 十月二十八什麼日子 我來給他 十月二十八你不拿下 喔喔喔 孔子滿月 氣死齁 對不對 國立的啦 不是農力 九十二年 台灣發生一個很重大的事件 尤其是台北 SARS 有沒有印象 SARS SARS那個風暴 後來檢察官起訴了誰 起訴了兩個重要的被告 有沒有不在台北 有在台北的嗎 和平醫院不是被封院嗎 對 起訴了他的院長 還有起訴了他的 那個傳染防疫 防疫科的主任 就是防疫啊 起訴以後 律師去查暗號 就出現了這個主字暗號 因為打字啊 是一個宋體制 宋體制都叫道庭 我們以為是 這個鼠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喔 怎麼會照文明啊 發現鼠光 其實是主 確實是社會重大矚目的案件 這種案件 三個法官 有時候可以同時出來 不見得一個壽命法官 因為太重大了 我們在去年 前年 前年 發生一個重大的司法 探讀案件 各位有沒有印象 有幾個法官 高院的法官 還有檢察官 那個集體 有一個 苗栗的一個 那個誰 跑去大陸啦 一個立法委員 蛤 有沒有印象 何之威 跑去大陸 他去行會嘛 就透過一個主任檢察官 然後去行會 高院的法官 還有相關的案件 後來起訴 大家都判有罪 到高院 那個壽命法官 是一個信宋的宋法官 他覺得案件太重大了 而且呢 大家都認識 他覺得不要他一個人 當 做命法官 來進行準備程序 所以就請 要簽了簽程給庭長 說希望用合議的 那個就是重大案件 所以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本來準備程序 由一個法官來進行就可以了 他的重要 就是程序上的準備 你認不認罪 不認罪就直接接下去就是這樣 你不認罪 那我給你整理重點 你爭執了什麼事項 好 有沒有調查證據 沒有 下次再提也可以 所以有那就進 身體調查證據問檢察官有沒有 雙方都提出來以後 準備程序的這個說明官 就要排證據調查的順序 要先傳證人 要先調證物 要聽錄音帶 要送鑑定 就來準備這樣的一個先後順序 這叫做準備程序 準備程序之後 我們出現一個名詞 問證人叫做什麼 我們叫做交互結問 有沒有聽過 交互結問 交互結問 證人排序好了 三個法官會出現 由審判長主持 來交互結問證人 由誰來交互結問 由公訴人就是這個檢察官 跟被告或是被告的辯護人 對這個證人來結問 既然是交互就是什麼 不是交換 不是交換 就是問來問去 所以誰 誰申請的證人 由誰來主結 比如說檢察官三結 檢察官主結 然後辯護人 緩結 很清楚嗎 問兩遍啊 問來以後再聽檢察官怎麼樣 護主結 最後呢 辯護人 護緩結 正人問四遍 還沒刷喔 還有什麼 問完以後啊 法官可以自己問 你問完啦 你要問喔 哎呀 我來問我來問 法官冷腰啦 正啦 說他要問 其實這都不對的 都不對的 當事人進行主義嘛 交互結問嘛 問四遍啊不要怎樣 問四遍啊 問四遍啊 我們 辦過那個劉台案的案子 那個 劉泰英的案子 有一個證人 很大很大一個證人 姓柯啊 柯見什麼是柯什麼名啊 柯見名 他就來出庭當證人 開庭的時候 他就說 委員啊 這法庭呢 我不是政府官員喔 我是法官喔 那不要怎樣 姿勢站起來比較好 這樣喔 被問的不耐煩啊 什麼人 欸 我要開花耶 我講這個圈真問去喔 我要去開花耶 開那個立法院這次院會很重要 喔 很重要 我知道 我這個庭也很重要 難道不重要嗎 我呢 這個太冗長了啦 法官跟他說 欸 後委員 讚 那你們在出來的法律 他立的法律 就說 你有出來的啊 就這樣做 這個教學問的目的在幹嘛 說在發現真實啦 都把問來問去 才發現真實啦 有時候台灣話叫什麼 把這年口罩倒過來 其實不用 就很奇怪 就問的 曾經我剛剛講說 問完了有法官自己問 有一個審判長 這後來沒有當的 後來被檢舉 被到處告 那個審判長啊 每次都自己很厲害 我來問 我這個案子昨天看了 看到11點多 我來問 那個案子啊 出現到那個很 很關鍵性的一個案子 就是他問證人啊 大家都問我來這證 辯護人跟律師都問完了 我來問 我問你 你講實話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他就講了 嘿 明顯偽證嘛 把證人公益偽證 你注意喔 我再問你第二句 再問第二個 證人又講了 嘿 第二次偽證 第二次偽證 還是要問 辯護人 辯護人啊 這實在的例子 那個辯護人 我不在場 辯護人後來跟我們很多律師講 這辯護人問到這樣子 被 那個他的證人被這樣問啊 他也生氣了 那個 我們用 英文講 叫做有什麼 有gas 辯護人就說 怎麼樣 你不要問了 你不要問了 你卷種 桌子一摔 結束偽認 走 辯護人不在 看你在問 他生氣了 你怎麼可以問證人 然後跟那證人講說 偽證 這個叫什麼 恫 所以我們有講 剛剛提到 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們那個大法官 搖六官用下巴問話 對不對 用下巴問話 不開口 我們 古人講一句話叫做什麼 法官不語 法官不要講話 不語啦 不就都叫英雅的人去做法官 不是那個意思 就是法官你所有對於案件 文理 情理 法理 通通表現在判決書上面就 對不對 你講黨講師 講那五四三要幹什麼 還有法官 跟被告講 你不認罪對不對 不認罪 不認罪喔 我如果判你無罪 我出去會被車創死 你知道嗎 有這種法官呢 不對吧 這個事情是 他同席的法官出來跟我們講 他說 我那心馬店有這麼氣死 他怎麼可以這樣 不應該 現在的資訊也漸漸發達了 有的檢察官 態度不好也被懲戒 但各位報紙看得到 有個檢察官 被告沒有來 你上次怎麼不來 我沒有接到傳票 你上次沒接到 那這次怎麼接到 你講個道理給我聽 沒老道理 上次沒接到 這次有接到 我怎麼知道 上次為什麼沒接到 有的問話真的是很奇怪 那這個有時候 現在我們大概就是說 上網去檢舉 那因為現在 各位沒有當過當事人 比較不清楚 檢察官也好 法官現在是全面錄音錄影 檢察官因為官請門來 沒有人看到 到底怎麼回事 不過他有一個燈 錄音鐘至少錄音 至少錄音 我們當年 那個86年嘛 那是剛開始修法以後 可以用錄音 來跟當事人做筆錄 做一個將來的依據 那時候陳欣欣的案件 五官官邸 我就是在那個指揮總部 在行一路上的那個 一個里長辦公室裡面 親自用電話問這個陳欣欣 那這種錄音的 全程錄音的 陳欣欣案件很多人不知道 陳欣欣案件是誰的案件 白小言案件 白小言案件 那時候逃了很久 三個共犯 兩個已經死掉了 剩下陳欣欣 挾持五官了 後來 那個官邸的 的baby 侯友儀先給他爆出來 他打電話 大概那個指揮總部 後來打電話給我 叫我過去幫忙 陳欣欣指定要我 去跟他問話 就去跟他問話 他後來要求很多條件 要見太太 要見小孩 當然不能夠一群羽球 就是 後來我們同意他太太 進去 但是還要有人陪同 跟他講話 小孩不可以見 小孩後來用電話跟他講話 陳欣欣跟他小孩 很乖 還很親切 你有乖嗎 不乖我可以打喔 巡警到旁邊也是監聽 打得這樣問人家有乖嗎 要打不知道 要誰打不知道 這也是人性 有時候人性 那這次我們就講說 在審判程序的時候 是三個法官一起出來 所以最後決定 我們那個叫做平易 三個人決定 這個案子 要判有罪還是無罪 先確定這個前提 有罪要判多久 什麼罪 決定以後 誰要去寫判決書 剛剛那個不見了 受命法官要去寫判決書 說明法官寫判決書 整個案子是大概準備程序 跟這個 審判程序是這樣的一個分 分隔開來 那這樣程序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原則上就是準備程序 如果這個說明法官比較幹練的話 他很快進入狀況 把案子要在將來 審判程序進行的 這樣的一個順序 會排列得很好 這樣審判程序就很清楚 可以很快進行 一個案子要判多久 剛剛提到 肅成法叫你趕快判 問題是在哪裡 問題是在於 到底傳喚多少證人 這個時候一個判決書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印象 像以前栗霸的案子 判決書不叫判決書 你要說判決書也對 因為他就是一本書一本書 有好幾本 要去印刷出來好幾冊 大的案子這樣 小的案子也好幾張 現在都寫得非常的詳盡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證據能力 現在也是一個案件 在調查的時候很重要的 一個點 說什麼證據才有效 什麼證據 不能夠把它當做裁判的內容 大體上來說 我這裡跟各位介紹一下 大體上來說 一個證據 比如說一個證人講的話 我稍微這樣的提問一下 在調查局證人講的話有沒有效 沒有效 檢查局也一樣 檢查事務官問的呢 剛剛提到 連政官問的呢 原則上是無效的 無效問要做什麼 它是一個參考價值 法律上 法律上是認為 被告以外的人 被告以外的人 包括證人 包括鑑定人 包括共犯 就是我是被告的話 我是被告的話 我以外的人 在法庭法院以外 講的話 或是書面的內容 通通通通沒有證據能力 他們也不是 這些是當做 將來判決的參考 所以在進行我們剛才講 準備程序的時候 法官會徵詢 雙方公訴人 檢察官跟辯護人 你們要不要對這個證據 再來調查 所以這時候 在警察局講過話的人 就會變成證人來被問 各位證人能不能不講實話 不行會變成什麼罪 偽證罪 什麼叫做偽證罪 我這裡跟各位也很簡單 做一個概念的說明 不是任何地方做證人 不講實話都叫偽證罪 不是 不是 所謂的偽證罪一定是要在 檢察官 跟法官的前面 講話 當證人講話 法官檢察官還會告知你 你就是人 你要講實話 否則 偽證罪 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 聽懂沒有 聽懂了 前面有一張 拒絕文 拒絕文 你就把它唸一遍 絕文 把它唸一遍 唸了以後 在上面簽名 寫日期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絕文 拒絕文 上面有四個很重要的字 叫做不得 叫做不得 不得什麼 逆是真簡 不得隱匿 不可以修飾 不可以增加 也不可以減少 逆是真簡 否則呢 會犯違證罪 這麼嚴重 法律上現在進步到哪裡 他要叫你簽絕文的時候 還要告訴你 你跟被告 有沒有法律上的親戚關係 務用關係 他是不是你老闆 他是不是你老爺 這樣的意思 如果是的話 依照法律規定 你可以拒絕 作證 但是你如果要作證 你就要講實話 簽絕文 我請問各位 兒子能不能做爸爸的 被告的這個證人 爸爸是被告的話 他的兒子能不能當證人 剛剛就講 你願意當證人 就要簽 這跟以前不一樣喔 以前不能勉強你啊 現在告訴你你自己決定 所以太太會不會當 可不可以當先生的證人 也可以 你只要敢作證 我們曾經就有過一件這樣子啊 爸爸當兒子作證 來我們辦公室講 我這小孩的事我很清楚 他不可能的啦 我來幫他作證 那天情形是怎麼樣我都知道 我說你要不要講一遍我們聽聽看 不要你放心 我現在不敢說的 不用你開他 講的那 展丁 展丁 截鐵 信誓旦旦 要去作戰呢 要不要作戰 要 你下結文 逆勢貞檢 為人罪 七年下遊戲徒刑 這樣喔 有一點怪怪的啊 法官也很會無難啊 對不對 剛剛講過一句話 三公四落魂 有這樣 你怎麼辦 證人就是講實話 各位有沒有當過證人啊 有沒有當過人 都沒有這麼單純 也很難得耶 當證人 我在這裡跟各位講 你們如果有朋友會有當證人的 機會的話 要注意一下 當證人喔 不用 不拔假拔 不拔假拔 不要用猜的 問你什麼 應該有吧 不對 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 應該就是你用猜的吧 對不對 不需要 你不用去判斷 就你記憶所及 對不對 你自己的親自 聽聞 你講出來就好 記憶所及喔 這句話也很重要 人家沒辦法說 每行都會記得 對不對 昨天早餐 吃的菜還記得嗎 有時候就忘記了啊 你還記得三年前什麼事情 有時候法官或檢察官或是律師 敵對的一方啦 他問得你招架無力 那天天氣好不好 你先講一下 講一下 現在手機啊 馬上可以上網查 那天天氣如何啊 喔 那天喔 喔 出太陽 結果落後你改死 真的啊 所以我們常常勸 如果真的要當證人 這一段我不太記得 可以 對不對 你難道準備三年後要當證人啊 你有做筆記啊 還是錄影存證 所以不要搶答 那個不是以前我們 這個年代以前有 五燈獎 有獎針打 然後又就給五百塊 沒有 一樣啦 有啦 震人有五百塊啦 是什麼 旅費還要多加三十塊 什麼錢 做公車來回的錢 就這樣而已 證人不要因為自己去作證 而變成偽證罪 公輕便屬住啊 所以我們一般講證人 你不要亂講話 法律告訴你 有證人關係 你可以不要講 還有一個關係 你也可以不要講 你會不會因為這個作證啊 導致你會被追溯 如果是 你就不要講 那證人很奇怪喔 哪有可能 我講的都實話 我如果不可能發發 就講的都是他在場 他在場就有可能共換關係啊 對不對 他跟他接觸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這裡還是講一句話 當證人也要小心 當證人也要小心 所以我們碰過一個證人很有意思 各位當然 你說要學也要學得來啦 這個證人一到法庭喔 法官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 你學到嗎 怎樣 頭髮失去 用寫的 我腦中風 法官不死心啊 你腦中風 你還來作證 誰叫你來 我叫你來 我叫你來 法官給人家傳票 連旁邊的壽命法官都在笑 這真的太厲害了 然後不得不死啦 問他 他用寫的啊 用寫的你 問話就會覺得煩 特別都要寫到人家 簡單問簡單讓他走 他就全身耳朵 大家不要 大家去做證人都這樣 等一下叫你拿病例證品 你就害了 也不能看法官 我們剛剛特別講到這一段 就是證人交付結問的目的 是在發現真實 是在發現真實 所以被告 當一個證人 如果講出對你不利的話 你怎麼辦 怎麼辦 有可能講出對你不利的話 有兩個動作可以做 在問完證人之後 法官會要你表示意見 你就表示 他講得如何不合理 如何如何如何 不過 第二個權利 也很厲害 不過你要自己做得到喔 要求跟證人對質 有的 我們碰過一個學生 當被告的學生 問我意見 你學會不會講 我看我給你一個輕球 然後其他都不用做 我問你講 我們如果王爺公那種手 我跟他說 救助要救助誰聽 我跟編護人講 筆錄不用記吧 要救助 雖然 情感上表示他 很堅信自己是無辜的 法律商不可能救助了啦 對不對 要救助這樣怎麼作證 還寫這一段在判決書上 所以所謂對質 你自己要準備 事先這個證人出現 會對你不利的話 你要跟編護人講 事先演練一下 如果他講出哪一段不利 你要如何請求對質 的題目都要出來 這樣才有準備嘛 不是去那邊找尋 鎖過頭 不可能的事 我跟你們 這個我這樣子演講 也算失敗 正在最精彩的時候 把你當一聲 我時間沒有控制好 沒有關係啦 我們有緣還會再見 我總結一下 法律的事件 各位如果碰到 親戚朋友碰到 要謹慎 謹慎辭職 要非常小心 你要找律師 多找幾位諮詢一下 信得過 才請他委託他辦 一定要 步步為營 我們不要 因為刑事訴訟 既然保護被告 這麼多樣的規定在裡面 那不要放棄掉 遵循他的程序 跟律師好好的配合 應該會得到好的結果 以上跟各位報告 謝謝各位 我們再次的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張律師為我們演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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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